刚才太晒了 我决定在这个苏英下休息一下 这里有个公交站牌 就是台南式美术馆二馆 现在我所站的是这个调形台阶 什么调形台阶 我觉得从这个残疾坡道走站出 其中的手法就是所谓的残疾 无障碍坡道的设计手法 从我们大陆途径来讲 有一段残疾坡道的突击 就是这个样子的做法 我怎么说呢 他这里有一个缺险 就是他这个残疾坡 就是所谓的无障碍坡道 他居然没有南根河扶手 这个要批评他们一下的 那你不然这个残疾坡道 他只来一个人来 他怎么来啊 没办法 没办法 还是没办法上坡 可能他将来要修吧 我不知道将来要不要修 反正这个是肯定 不复人性 他说我是残疾坡道 我肯定要投射他一下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这个设计中最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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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话或者是一个漏洞吧 就这么长的残疾坡道居然没有没有扶手 然后你看这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该有扶手的地方都有 哦 这个这个雕塑这个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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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行车的人 然后 然后 有很多蝴蝶围绕着他 他这个主题是什么我就不太 应该有个主题吧 而且我也不知道设计师这是谁 你看其他的这个这个无障碍坡道 他都是有有有南岸和扶手的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就很奇怪啊 为什么那那些坡道没有 哎他这个设计也太高了 这是这是国内标准应该就是1米2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这个这个是华士顿国内他是怎么看 怎么看的规范呢 然后沿墙的这段只有扶手是没有栏杆的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出辅沿路往那个油爱街在走 这里有一个广玉兰 还是应该是广玉兰 应该不是白玉兰 这个长得也不怎么样 旁边这个树我不认识 然后它关于这个尖角的处理啊 还是不太符合安全的要求 可以看到我们是反方向的 下面有个小舞台 暗藏的小舞台 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嗯 嗯 好像这个是伸缩缝啊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会表演 估计应该也是个摆设吧 地面是这种隐藏式排队 这个 舞台这边两边都可以下 一边是台阶 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榕树 这边就是残疾人坡道 也就不障碍坡道了 不能老字叫残疾人 这植物都有气无力的 看着都没精神 上面那个是小叶子 上面那个是小叶子 可以看出它这个就是白色的喷涂 真的很容易脏 下面有个鸡蛋花 转角的地方有一个小草坪啊 不过没看到小孩子来玩啊 浪费 然后我们还是走到这个下面的小公园来 然后这里居然是断头路啊 所以这些设计有说 但是很无语 全部给大家随便看一下吧 这里其实只有两棵榕树 应该都是曾经的